大家好 Tim哥 之前有拍了一個 AirPods Pro第二代的保護殼 那時候我在買保護殼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牌子 但這個牌子在台灣沒有 然後我就私心瘋的 買了他的一堆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他東西非常有設計感 我跟你講我沒有亂花錢 Tim少在我都敢講 我很認真的 先看一下口袋的錢以後 我還決定說這個可以買 所以你是不是零用錢給你太多了 我零用錢 欸有有有 太多了 太多了吧 套薪水喔 應該把你都紫色很抽走 請大家試下午茶 欸我拍個片 我買這個東西 我還少了一千塊 成本蠻高的 我們頻道快要剖80萬了 趕快訂閱一下 感謝 ありがとう 3Q 謝謝 跟大家講話不多說 我一個一個給大家看 這樣好了 如果我今天這個產品 導演跟Tim少都覺得不好 亂花錢 我就用這個產品的價格乘以二給Tim少 真的假的 那一定 欸導演你要記得說不好 你在到時候再 我再抽一點趴數給你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不好 欸欸欸 我到底沒拿出來 你真的給我不好 這個我想放最後 我想先從最可愛的這個好了 沒有放最後了 都不好 對都不好都不好 欸那有這樣的 這是我的戶頭 欸各位粉絲你要幫我 你看Apple Pencil嘛 對不對 證明大家不要想看那個企劃 到底再用Tim哥給你什麼 全部Double 我們直接放一片尾 你看他家有一個這個 這很有設計感 不是一支筆嗎 欸他就是把Apple Pencil 我很少看到Apple Pencil的配件有兩種 一種是 這個是我認真是要買給我們家的那個平面用的 他說在用那個畫我們的 對 美邊 然後因為他說這個有時候這個觸控這個地方 他常常會壞掉 所以他們家也有出那個Apple Pencil的筆頭 然後筆頭我就不要看了 要看什麼 看這個 那有時候有些東西要有點造型才會好看 才會可愛嘛 你也知道有些東西呢 就是要喬裝成以前的鉛筆造型 後面還有橡皮擦 對 我以前很喜歡把橡皮擦 直接在那邊挖鼻 好噁心喔 你這樣子整個發瘋歪掉 而且我挖完以後 還會給我隔壁的女同事 沒有那個女同學 難怪你以前不受歡迎 你知道女同學怎樣你知道嗎 女同學就把我挖過鼻子的那個地方 那邊把它擦掉以後 然後才開始用 我真的很髒嗎 所以他知道你有放鼻孔他還用 我叫我挖給他看啊 我說你要啊建議用 我要脫啊 我要叫補學亮去找人 你要找什麼人 那個會是真愛是不是 他居然還願意跟你當朋友 我的真愛在這裡了 喔他是可以當筆套 等一下我一定要把它裝上去 是不是不錯 但我套不上去 等一下這個該不會是一代的吧 喔沒有第二代的啊 欸那為什麼我裝不上去 不然你先講下一個啦 我給你講啊你先在這裡 好啦這個不好啦 沒有我們讓助理幫我裝 想找更多有趣的3C小知識 和最新的科技資訊嗎 歡迎追蹤Pin哥的IG 搜尋3C TIM 並按下追蹤 就可以看到最及時的消息喔 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反正他在裝了 登登 像什麼 這像AirPods iPad iPad 對 iPad iPad 講過了 這是我以前大學時期的東西耶 iPad 因為爽子剛剛喊那個 叫這個名字嗎 但是你知道其實在Apple Watch 在充電的時候呢 會顯示出時間嘛 所以這時間就在中間 他就是一個AirPods的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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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Pad 我把Apple Watch 然後他就把我們的這個線結合進去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放上去 你在充電的時候 這邊就會顯示出時間 不然這樣 我用Tim掃的好了 用你的那個Power Watch 你中間去的沒啊 差到一半了 你趕快 你先把它弄 好 對 你看喔 我把它弄上去 登登 有沒有 很棒耶 怎麼樣 我這個可以吧 還不錯 是很可以 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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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沒看到iPad 什麼年代的啊 是我發薪水給你 是我在放盤 好啦 這還不錯啦 很可愛 還不錯 第三個 第三個是這個 這個為什麼當時我在開AirPods 第二代的保護殼 我沒有拿出來呢 就是因為他們是同一家品牌的 你裝好了 助理很厲害 他裝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感覺 他的握感還不錯 是不是 是不是很不錯 對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字 唉唷 我跟你講這個到時候等我們家 他又拿去挖鼻孔 好可怕 不是 我應該挖完鼻孔 然後給我們家的平面 反正他也不知道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看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也是一個AirPods Pro的保護殼 但他的保護殼很酷 酷的點是他綜合了一個東西 你看這是他的保護殼 你怎麼知道 他前面這個圈圈 沒錯 他就是你可以把它裝起來以後 然後這邊AirTag 你把它可以裝進去 這樣就不會不見了是嗎 雖然現在有販賣可以找 但是他等於是一個收納 等一下他弄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一個相機 像不像 他就是一個相機 你這邊一個按鈕 有沒有 你看 這個很有設計感 這我會想買 完蛋了 是不是 而且他還有附了一個這個 你看 他這個很有質感 他的那個扣環 扣環 但扣環很有質感也很重要 上次我記得第一名的是國家地理頻道 大家都喜歡的 然後帶了一個相機 超級可愛 對不對 然後這邊一樣你可以打開以後 這邊一樣可以充電 兩個了 最後一個 這品牌你應該找我才對 要讓我在台灣幫你賣 沒有 就是都沒有 所以我還想要特別介紹 然後再來 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呢 這個是 因為我們家跟我們公司都有用Apple TV 然後這個就是收納 你看他這邊拉起來 他有空氣嗎 嘿 沒錯 他這一個就是可以 你可以把它弄開以後 其實我發現他們的東西都有附這樣的耗子 其實是蠻 蠻好的 你看這邊有個3M 或者甚至於 他這邊你也可以看 你要鎖在什麼地方 你也可以鎖起來 你可以放在那個電視的旁邊 之類的 或者是旁邊有什麼 對 然後你也可以用屬於按鈕貼就好 你貼起來以後 你這邊就可以放收納遙控器 然後還可以 所以你的Apple TV是可以放在這裡面的嗎 沒有Apple TV的遙控器 或者是冷氣的 對不對 都可以收納在一起 然後你東西就不會太亂 這是他們的 這我還好 這還好 就是那個大廠買得到的那種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 不愛買得到的東西 收納盒 對 好吧 這我看多少錢我給你 賠二 不行 都不好 這個OK 然後其他三個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對 他就是一個收納的啦 因為我本來講說 他連Apple TV都可以裝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他出這個產品就是 要For Apple TV的遙控器 可以收納用 但我覺得不一定啊 我自己放著以後 我可以去收納一些我的 那個留著 然後這三個就帶走 又錢都給我這樣 喔 真的是 要錢我也要貨 因為這個最可愛 對 我覺得這個超級可愛 然後你選這個 再來是這個 這個 啊 嫂子咧 怎麼辦 我也是這兩個都行 你的這兩個 因為我們比較少使用到這個 那個可能每邊會很喜歡 這個對不對 但是他應該會喜歡的是 你沒挖過鼻孔的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就是想說 開箱一下這個品牌 因為真的台灣沒有這牌子 韓國的 而且你知道 他當時要寄過來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那個海關的申報 我還要填寫完以後 他才會寄過來 希望他在哪一天就可以在台灣上售 對啊 我覺得不錯 如果你們在韓國 你有看到的話 來這邊 大家超晚留言 如果超過一件數 Tim哥就去跟人家談 一次影片超過多少 Tim哥就幫大家去談 觀看數超過三萬 我就幫你們談了 三萬可以 大家就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填什麼 還關什麼的 我希望他有更多樣的東西 可以在我們台灣上售 對啊 他的東西其實真的蠻不錯的 這次超過三萬 Tim哥去幫大家談 可以 就這麼決定 因為他在台灣之間 我會想愛他的 2011 基本上 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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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聽點 聽 聽 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